快艇队迎战暴龙队的比赛当中 一开始就看到Kawaii Leonard 脸上可以说是喜气洋洋 到底他是有什么样的好事临头呢 在待会的体坛观测站 会再跟大家分解一下 不过今天快艇队迎战暴龙队 暴龙队千里迢迢 从加拿大来到了洛杉矶 却在昨天一分之差输给了胡人 今天要在back to back的比赛当中 继续迎战快艇 Denis Schroeder先杀进禁区 吃掉同样来自于德国的Daniel Theiss 看起来我觉得这两位德国选手 在场上兵戎相见的时候 真的是互不相让 身高69寸的Chris Borcher 也想要在禁区想办法逞凶 没想到快艇队四星之一的Paul George 脚都还没离开地板呢 就已经盖了他个小帽了 大虎打到球之后 转身快速推进到前场 轻松地在篮下拿到两分 还真的是非常的愉快 上半场James Harren投进了八分 送出了五次助攻 其中有一次就找到了Kawai Lennard 利用掩护之后的Harden看到了Lennard 有出手投篮的机会 就射其位置 马上就把球交到Harden手里 Lennard在三分外线出手命中 这也是上半场的Kawai Lennard 唯一投进的一个三分球 Lennard在上半场攻下了16分 还有三次助攻的表现 到时暴龙队在上半场表现 最好的就是Schroeder 虽然三分外线二投零中 他攻下11分 已经是整个上半场全暴龙队的得分一哥了 加上刚刚穿上暴龙队球衣 还没有多久的RJ Barrett 他也攻下了9分的进仗 暴龙队在上半场打完是以57比58 暂时落后 而快艇队呢 在圣诞节之后 他们有五胜一败的成绩 表现还不错 目前呢 在战机上面在西区排名第四 Paul George在上半场只有4分的进仗 身为球队的得分主力 这样子的得分实在没有办法让Paul George心服口服 所以呢 他在第三节的时候 想要一扫阴霾的最好表现 就是用身材优势先撞开了Schroeder 然后再杀进禁区单手扣篮得分 第三节的他独得10分 看起来比较符合他的身价 而Russell Westbrook虽然得分上面没有什么表现 不过呢 他也有三次助攻的演出 暴龙队呢 在这场比赛当中真的可以说是紧咬不放 打完前面三节之后 双方的分数差距仅仅就1分 而第四节Paul George加上Colin Leonard 还有James Harden大胡子 三个人联手攻下了25分 暴龙队在这一节只攻下了28分 加上呢Zubach 另外呢还有Terence Mann 两位选手呢 各得到了12分跟13分 所以呢快点队在中场呢 是以126比120 6分之差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暴龙队呢 在洛城连续吞下了两场的败仗 事实上输掉的分数都不多 那么刚刚呢 跟各位提到的就是Colin Leonard Colin Leonard呢在今天比赛当中呢 也传出了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也就是呢32岁的他 跟快点队呢已经签下了延长合约 而这份延长合约呢是三年 总价值呢是1亿5240万的美金 当然呢对于目前的四年合约来说呢 其实Colin Leonard大概还有一年的一个时间 而且呢在新球季快点队呢 即将要付给他的原本是4880万的美金 不过呢这份新合约签下去之后呢 在下个球季呢 他将会得到5200万的美金 而在接下来两个球季呢 他将会各得到5000万美金的一个年薪 所以这个当然对于Colin Leonard来讲呢 这位两届的NBA Final的MVP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他可以继续的在洛城呢打完三个球季 我相信对于快点队的球迷来说 应该也是一个大家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 接下来三个球季的表现 接下来三个球季